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案子就发生在张家口 张家口杨园县有一个矿场 这矿场啊有一个工人姓杨老杨 这天夜里啊老杨呢就突然听见院子里边的狗啊 在那汪汪汪汪的叫个不停 老杨一听着不对劲啊 这平时叫唤可不是这么叫啊 赶紧出去看看去吧 这时候啊就发现狗窝里边有个什么东西 仔细这么一看是一块人的肢体 哎呦这可把老杨吓坏了 赶紧叫过来同伴姓张 老张一看哎呦这可不得了啊 这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咱养的这狗把谁家的坟给刨了呀 俩人一合计在乡下 人们最重视的就是坟呐 你把谁家坟刨了 人跟你都没完呢 这下子啊 这条狗可给咱闯了大祸了 这俩老头商量了一宿 决定趁着天黑啊 偷偷的把尸块就处理掉 处理完之后回到屋里 老杨呢还是神不守舍的 哎呀到底是谁的呢 埋到坟里的你要是火化过的 顶多有点大块骨头 你要是没火化土葬 那也是整个呼伦个的呀 我家狗不光给人坟跑了 还把人咬个稀碎啊 这还了得呀 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啊 可千万别给我惹上麻烦呢 这么着 一直心惊胆战到了第二天天亮 听见这狗啊 又开始叫上了 老杨跟老张一听 哎呦 这狗别又折腾出来点什么东西吧 赶紧跑过去吧 发现屋后边的沙土堆下边啊 有一个被狗刨出来的纸箱子 这纸箱子里边 打开这么一看 嘿 又是一堆尸块 老杨跟老张吓得呀 这时候他们也意识到不对 这肯定不是刨的坟 这尸块明显就是被装在这个箱子里的 这要是正常下葬的 不可能把人往箱子里边装啊 赶紧报警吧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啊 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进行勘查 以矿场为中心 警方呢就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 看着这一箱尸块 摆明了这是杀人抛尸案的啊 不过到底是在哪杀的人 为什么要把尸体抛到这来 警方就推测 如果嫌疑人有车的话 那么他应该把尸体往北边运走 为什么呢 北边就是大山 把尸体扔了大山里边 那被发现的几率就微乎其微了呀 如果他不是开车 那么嫌疑人使用的交通工具 很有可能就是摩托车或者是自行车 而他之所以在杀人之后碎尸 很可能也是因为运输条件的限制 这么一推测的话 嫌疑人的活动范围不会很大 很快啊 警方就在距离矿场两公里左右的位置 发现了一个编织袋 这编织袋里有一件女士的上衣 还有一颗人头 这颗人头是一个女性的人头 头发呀染的是黄褐色的 闻了眉毛 闻了眼线 打了耳动 就光看这颗人头 这个死者呀 生前就属于那种挺洋气的 除此之外 警方还在死者肢体部位啊 就手腕部位 发现了一个很特殊的斑痕 外表上看呢 是六个眼儿 有点像是手腕上戴着那种装饰品压的痕迹 通过初步尸检 警方就推测 这个女人的死亡时间至少在十天以上 可是民警啊 对近期失踪人口进行查询之后 没有发现任何登记信息 那么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失踪了这么久 没有家人报过案 警方第一步的工作重点 就是寻找师员 确定死者身份 于是在全县境内 发出了寻尸启示 没过多久 一个男的来到公安局了 他说呀 那个死者很可能 就是我的女朋友小丽 那么这个男的呢 姓孙 他呀 案发当年33岁 跟女朋友小丽 就住在杨元县旁边的一个小村子里边 多年来呀 这孙某呢 是四处奔波 反正什么挣钱 就干点什么 很辛苦 他打心眼里边啊 是真喜欢自己的女朋友小丽 在七年之前 俩人认识了 并且呢 就谈起了恋爱 照理说七年了 早该结婚生子了 但是啊 他们没结婚 为什么呢 因为临到结婚的时候 孙某已经想谈婚论嫁的时候 咱俩结婚吧 领证去吧 小丽突然告诉他 不行 咱俩不能结婚 为什么呀 我 我有丈夫 啊 你有丈夫 这一下 把孙某啊 那是震惊的五雷轰领啊 然后啊 这小丽就跟孙某说 我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 我还没离婚呢 所以我不能和你领证 领证了 就犯重婚罪了 孙某一听 你怎么之前没告诉我呀 你为什么离家出走啊 啊 你原来 你原来那个 那个丈夫在哪啊 啊 你经历了些什么呀 可是小丽始终不愿意多说 既然她不愿意说 孙某呢 也不忍心多问 尽管不是合法夫妻 但俩人呢 还是生活在一起了 可是随着俩人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 孙某就总觉得自己这女朋友 那是深不可测啊 说的很多话 做的很多事情 让自己琢磨不透 这一天呢 孙某啊 一大早回自己母亲家吃饭去了 她还问小丽 说你跟不跟我一块去啊 小丽呢 不去 这么着孙某也没强拉上她 孙某一直在自己父母家待到了晚上十点多 这才返回他们的小家 可回来的时候 发现小丽已经不见了 一开始啊 看小丽不在家 也没多想 可是左等右等 等到快过了夜了 人还是没回来 她就觉得呀 这事情不太对劲 打小丽的手机吧 关机 人也找不着 无意之中 孙某还发现 小丽的金银首饰全都不见了 小丽平时啊 带首饰不带那么多啊 那天突然把所有首饰都带上了 孙某就开始琢磨着 哎呦 是不是小丽又离家出走了呀 这也是为什么孙某发现小丽走了之后啊 半个来月的时间一直没报警的原因 因为她就想着肯定是小丽自己走的啊 是不想跟我过了 她就想着不是自己的 墙流也留不住 直到看见了巡尸启示 她才发现 哎呦 这怎么这么像小丽啊 随后呢 警方啊 提取了死者的DNA 与孙某提供的生物剪裁进行了比对 经过鉴定 确认死者就是孙某的女朋友小丽 小丽走的那天呢 不光是金银首饰都拿走了 包啊 银行卡呀 都拿走了 孙某啊 尽管在外边打工很辛苦 可是一天也就是大几十块钱的收入 而小丽呢 别看什么事也不干啊 但是穿衣打扮特别的讲究 孙某就想着 她是不是在外边认识了别的有钱的男人了呀 可能跟人走了吧 可这些情况跟警方反映之后 警方就怀疑 小丽带走的首饰就价值一两万 并且用的是苹果手机 那么小丽会不会是因为亲财犯罪遇害了呢 在之前的调查之中啊 民警没有找到尸块周围有小丽的任何财物 是不是小丽真遭遇了抢劫呢 经过调查 民警发现就在小丽失踪的当天中午 小丽的银行卡呀 果然有取款记录 取钱的正是小丽本人 据了解呀 小丽这个人呢 性格很张扬 别看经济条件不怎么样 没什么钱 但是特别爱炫耀 用手机必须是苹果啊 平时首饰那必须是真金白银 穿衣服必须是大盘 所以要是不熟悉小丽的人 你一看见他呀 你就感觉这是一个富婆啊 难道是小丽到银行取钱的时候 被别有用心的人给盯上了吗 不过如果是这样 有一点说不通 如果嫌疑人是以抢钱为目的 你把人杀了都能理解 但是为什么要残忍的碎尸呢 这就说明犯罪嫌疑人 应该和被害人很熟悉 为了不暴露自己 只能把被害人杀死并且碎尸 甚至有可能是有什么深仇大恨 难道嫌疑人是小丽身边的熟人吗 既然如此的话 是不是这个凶手叫小丽出去的 那么小丽出去的时候 凶手是不是应该对他进行了尾随 民警就调取了银行周围的监控录像 发现没有人尾随小丽 也没有看到任何熟悉的面孔 经过调查民警了解到 当天中午的时候 小丽取完钱之后啊 到了一个饭馆 请朋友吃饭 下午三点 一个人从饭馆离开之后 就彻底的消失了 那么小丽请的朋友都是哪些人 后来小丽去过哪 又见了什么人呢 小丽有一个朋友叫小霞 家住在杨元县北边的一个村子里边 离案发现场啊 也不是特别远 这个线索的出现 立刻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在前期的工作之中 民警啊就分析过 嫌疑人碎尸之后 还把尸骨进行了掩埋 那么被害人以及嫌疑人 很有可能都与矿场附近的这几个村子 存在着某种关联 嫌疑人把尸体碎尸了 目的就是怕别人认出来他是谁 那么说明被害人 应该在抛尸跟杀人的地方生活过 民警分析小丽当天很可能去过矿场附近的村子 也许他就是在这被人杀害的 嫌疑人应该是担心事发之后有附近的村民能认出小丽 进而引起警方追查到自己 而这小霞呢 就住在矿场附近的村子里 难道当天下午小丽就是来找他的 小丽浑身的金银手势 平时又那么张扬 又那么爱炫富 会不会让小霞眼红呢 此前在尸检过程之中 法医还发现小丽遇害之前曾经大量的喝酒 警方推测 会不会是小霞和别人一起把小丽灌罪之后 实施了犯罪呢 另外啊 还有一个更值得怀疑的 据小丽的男朋友孙某介绍 小霞的丈夫在村子里边那是出了名的无赖 而且呀 有过前科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警方怀疑到 小霞和他的丈夫会不会是杀害小丽的凶手 民警随后对小霞以及小霞的丈夫进行了调查 调查来调查去 最后却发现这两个人并不具备作案的时间 警方在矿场附近的村子里面也进行了走访 村民们呢都没见过小丽 那么小丽当天下午究竟去哪了 把他杀了的那个熟人到底是谁 哎呀 还是要全面的摸牌小丽的社会关系啊 经过调查 民警得知了一个情况 多年之前 小丽一家就从杨元县迁到了内蒙古 为了生计 她的父母啊 整天辛苦的劳作 小丽呢由她的两个哥哥负责照料着 小丽长大之后是个特别贪玩的女孩 每天出入KTV出入网吧 哎呦给她爸妈气的都不行了 后来父母啊实在管不了她了 小丽呢也不想在父母眼皮子底下 整天的听那些唠叨 所以一个人又回到了老家杨元县 这家伙从父母身边一离开 顿时就像脱了江的野马呀 啊 感觉每天都是那么新鲜 都是那么刺激 那么有意思 在朋友的介绍之下 小丽认识了一个山西的男的 姓田 俩人呢 认识没多长时间 就结了婚了 哪怕结婚 小丽都没跟父母说 就这么着 小丽算是开始了全新生活呀 跟丈夫一起回到山西老家 可没过几天 他又受不了了 为什么呀 田某啊 也是在农村 小丽一去了之后 整天的要么就是干农活 要么就是在家里边发呆 太无聊了 想去个KTV 想去个网吧 村里没有 还得去镇上去县里 那不行 最让他痛苦的呀 是孤独寂寞 好朋友都不在身边 周围的人都是踏踏实实生活的人呢 人跟他玩不到一块去呀 村子里边的乡亲们呢 也看不惯小丽 小丽呀 打扮的 用现在话来说啊 略微的有那么一点沙马特 就很另类 是吧 虽然时尚吧 但是人受不了 小丽呢 就经常能够感觉到 别人看他的眼光啊 都不一样 他一切都显得跟周围格格不入 所以很难交到朋友 这么着 只要一有时间 他就会跟以前的好朋友 发发短信聊聊天 但是丈夫田某 对这个事情非常介意 你聊天 你跟谁聊啊 你原来一块玩过的 那些狐朋狗友啊 这里边还有不少的大小伙子 那不行啊 俩人为此发生过激烈的争吵 田某甚至还把小丽的手机 给锁起来了 最后小丽没办法 只能趁着丈夫不在家的时候 偷偷的跑到村里小卖部 去打公用电话 给朋友打电话 没过多久 这事就传到田某耳朵里了 那当然了 小卖部的老板 那是人田某的老乡啊 田某又对小丽大发雷霆 小丽啊 就感慨我怎么这么惨啊 我刚摆脱了我爸妈 现在我又让他管着 我以后这辈子就这么活着吗 不行 我受不了了 小丽就在田某老家生活的这段时间里面 也生下了自己的孩子 这么苦熬慢熬 一直熬到了2008年 一天晚上 小丽告别了自己两岁的孩子 偷偷的从山西返回了阳园县 孙某知道这些情况之后啊 也跟警方说 哎呦 那会不会是小丽跟她丈夫 还有什么联系啊 尽管时间过去这么久了 他们俩之间是不是还发生过什么呀 那么有没有可能 有什么仇什么的呀 警方啊 也在考虑这一点 杨园县距离小丽丈夫的家 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当天呢 又正好是个节假日 警方就推测 小丽会不会是回去看孩子 然后跟丈夫发生了什么矛盾 那么这天下午 小丽和田某究竟有没有接触过 警方立刻派人调查田某当天的活动情况 同时也对小丽失踪当天的通话记录进行了了解 小丽手机最后的通话记录啊 是跟一个男人的通话 那么顺着这电话号码 警方就找到了这个男的 不过这男的可不是田某 这男的就跟警方说 我呀 我跟他就普通朋友 呃 那天下午六点左右 我接到他打的电话 我俩就闲聊了两句 很快就挂了 据了解啊 这个男的跟小丽 是通过微信朋友认识的 在调查之中 孙某呢 也向警方证实 说小丽啊 平时总是喜欢拿着手机聊天 但是跟什么人聊都聊些什么 孙某一概不知道 孙某也想管管 但是小丽不让他管 在这俩人的关系之中 孙某那是绝对的弱势群体 孙某呢 性格很温和 什么事啊 都让着小丽 小丽跟孙某呢 是09年认识的 孙某家庭条件不好 长得也一般 而且呢 一直在矿上打工 收入啊 也不算高 可即便这样 不是孙某追的小丽 是小丽追的孙某 所有人都不理解 小丽挺漂亮的 为什么要追求孙某呢 更何况这才刚从上一段婚姻里边逃脱出来啊 在之后的日子里啊 小丽呢 偶尔出去打打工去 都是打打零工 大多数时间就是待在家里边上网聊天 要不到外边认识各种各样的朋友去聚会 孙某啊 后来也察觉到小丽跟异性接触很频繁 找的那些朋友很少有女孩 基本上都是男孩 俩人为此也吵过架 小丽呢性格很暴躁 又喜欢喝酒 争吵之中 小丽啊 就喜欢说一些刺激到孙某的话 你要挣不来钱 你怎么养我呀 我的事情 你别管 我要打个电话 你上内屋待着去 由于自身条件不好 孙某呢 也格外珍惜俩人的关系 并且啊 他们两个人 在这几年的时间里 也有了一个孩子 所以孙某对小丽的种种行为 那是百般忍让 小丽是完全自由的 尽管不工作啊 穿的用的价格不菲 这一切孙某也都看在眼里 所以后来警方又把怀疑的目光 放到了孙某的身上 那天下午 小丽真的是离家出走吗 在分析案情的时候 民警推测出来 很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情形 小丽应该是出去见一个什么人 因此精心打扮了一番 也许那天晚上 孙某意识到这一切了 在小丽回家之后 他们发生了争吵 孙某为什么在小丽失踪十几天之后 既不报警 也没有通知小丽的家人 照孙某之前的说法 是认为小丽离开自己了 不要自己了 强扭的瓜不舔 走就走吧 但毕竟小丽是孩子他妈呀 所以孙某的疑点逐渐上升 一个是之前的丈夫田某 一个是现在的男朋友孙某 这两个男人 都成为了警方重点怀疑的对象 那么谁才是幕后 真凶呢 民警随后对孙某田某 这两个人当天的活动轨迹 进行了调查 可是最终还是排除了 孙某的作案嫌疑 经过进一步调查 从时间空间上也排除了 田某的作案嫌疑 就是查来查去人 这俩人确实不是凶手 到底是谁呀 警方又把调查的目标 集中在了小丽的密切联系人里 通过筛查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一个姓李的男的 曾经在小丽被杀害之后不久 突然离开洋原 那会不会是他呢 民警随后调取了李某家附近的监控录像 发现他在案发后的第二天 就骑着一辆摩托车出去了 而他摩托车上拖着一个纸箱 还有一个编织袋 那个纸箱子还有那编织袋 可和埋尸现场发现的包装物是高度吻合的呀 由此警方确定李某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而李某当时啊 早就逃到了四川成都了 民警那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查到了李某的行动轨迹 赶到了四川成都 成功的把李某抓获 回来之后 在李某家的厢房里边 警方发现了大量的血迹 那么他家的厢房 就是李某分尸的作案现场 在证据面前 李某抵赖也没用了呀 所以啊 他也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李某交代 他跟小丽是通过微信认识的 李某开了一家宠物店 小丽啊 经常找他 说要购买宠物 俩人见过一回面之后 虽然生意没做成 但还是互相留了电话 这天下午呢 小丽又主动联系李某 说我要买宠物 李某就让他呀 到家里看货 去的时候呢 正好李某家正在吃饭 也叫上小丽一块吃 小丽在中午聚会的时候啊 就喝了不少酒了 但是面对李某的邀请呢 也没拒绝 小丽呢 是一个行为比较开放的一个女孩子啊 所以俩人喝完酒之后呢 可能是酒后有什么兴致吧 就在李某家里呢 就发生了某些不可描述的事情啊 就在俩人黑黑哈哈 噼里啪啦的时候 李某的老婆打过来电话了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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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李某他影响发挥啊 啊 那 很扫兴啊 小丽呢 把手机拿过来 看了一眼 扔到边上 俩人继续噼里啪叉 等完事之后啊 小丽就用自己的手机 给李某的老婆发了一条短信 是这么写的 你丈夫什么时候跟你离婚呢 李某老婆一看见这短信都快疯了呀 给小丽就打过来电话 俩女人在电话里面吵的那是不可开交啊 小丽倒也是实话实说 知道刚才为什么没接电话吗 我俩那样了 你打扰我们了 挂断电话以后 小丽很生气 他呀 就跟李某说了 我得到你媳妇单位 去把事情当面说清楚了 小丽自己也不感觉不好意思啊 你来到人家里 跟人的丈夫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结果你还要跟人的妻子去对质去 小丽呢 后来还跟李某说了 你以为老娘是吃素的呀 啊 啊 刚才你玩完了玩爽了就没事了呀 没完 气冲冲的就走出房门 他就生气 李某的妻子不该骂他 刚才说话太难听了 我就得给他们搅和黄了 在院子里边 他打了一个电话 李某一听 感觉是小丽在找不三不四的朋友 过来帮忙解决这个事情 李某啊 也没听清楚小丽对对方说了些什么 他怕小丽真带人去找自己老婆闹事去 情急之下 李某就从屋子里边拿出了一根电线 从背后就勒住了小丽 然后在院子里边 把小丽就给碎湿了 第二天白天 跟朋友借了一辆摩托车 把尸块分两次 扔到了县城的两个方向 据李某说呀 他跟妻子是青梅竹马 小时候就是特别好的朋友 一直到长大成人就没分开过 俩人的感情非常非常的深 他说我老婆17岁就跟着我了 我一无所有 我岳父岳母不同意 但我老婆顶着压力跟着我 被逮捕之后 李某多次向民警提出 想再见一见自己的妻子 希望能够当面向妻子道歉 可是从李某酒后失控的那一刻起 整个事件就演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如果没有酒后冲动的性行为 也不会有之后的事情 更不会有后面的妻子散 家破人亡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案子呀 发生在贵州啊 2010年2月14号一大早上 贵州省六支特区白岩村的一位村民 叫周永国 大早上也吃完早饭了 他呢就准备把这剩饭呢 拿出去为家里边养的几条狗 可是周永国一走出房门 那几条狗不跟平时似的 平时一到这点 看周永国拿着东西呢 那得赶紧跑过来啊 在那抢吃的呀 可这回啊 这几条狗根本没理这茬 好像在那撕咬着什么东西呢 周永国纳闷啊 我没给他们喂吃的呢呀 他们吃什么呢呀 走近了这么一看 哎呦 这可把周永国给吓坏了 这几条狗啊 正在那撕咬的 是一只断掉的人手 就除了一只手还有一截胳膊 当时周永国一看 冷汗唰就出来了 那肯定是自己这几条狗闯了祸了呀 是不是跑出去 把人家的手给咬断了呀 赶紧上去 把这狗啊 又打又骂 从这狗嘴里边 抢下来了这一截断手 这时候周永国呀 心里边呢 也不踏实 这万一人找上来 被发现了 我不得赔人家钱呢 所以周永国呢 把这手就扔进了自家后院的 一处土坑里边 那土坑特别的深 这么做就是为了逃避责任 哪怕真是被狗咬断手的这伤者 找上门来了 那他不承认哪 你怎么证明啊 咬你的是我家的狗呢 你说咬着手了 手在哪呢 周永国这是想着抵赖 当时那一个上午 周永国呀 这心里边过得都不踏实 可是到了中午了 还没人找他呢 到了下午啊 壮了胆子 得了 我出去打听打听去吧 可是也没听说 谁的手被咬断了 这时候啊 他就开始琢磨了 这事不对 我家养的这几条狗 平时脾气可好了 哪怕家里来人了 他们都不叫唤 怎么可能出去咬人家呢 那会不会 一想到这儿 周永国立刻赶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报了警了 警方接警之后啊 赶到了现场 在周永国的这指挥之下吧 在那土坑里啊 把那断手就重新找了出来 法医经过辨认 这确实是人手 而且是人的左手连着小臂的那个部分啊 小臂就小胳膊 这个断口那儿 已经被狗撕咬的是血肉模糊了 但是现在没法判断 这胳膊到底是狗咬下来的 还是人为切割下来的 在对手臂进行初步检验之后 警方认为 一共的是有四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这狗啊 真是咬了人了 把人的胳膊咬断了 叼回来 第二种可能 近期啊 可能有人死了 刚下葬 那几条狗呢 把人家的坟给刨开了 把尸体的手臂咬断了 又叼了回来 第三种可能 周围发生车祸了 有人在车祸之中啊 手臂断裂 正好让狗叼回来了 最后一种可能 也是警方最不愿意的一种可能啊 最不愿意看到的可能 就是发生了恶性碎尸案 土狗经过抛尸现场的时候 把手臂给叼回来了 甭管是哪种可能性 那得查呀 警方呢 就对周围的几个村子 展开了地毯式的排查 可是扫听了这么一圈 没有谁被狗咬过 近期呢 也没人去世 周围也没发生过车祸 那么前三种可能性 可就都排除了 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性 就是发生了恶性杀人 碎尸案 现在很可能是碎尸案啊 那么当务之急 就是得找到抛尸现场 把剩余的尸块找齐了 拼凑出来 最后再确定死者身份 警方啊 派出了大量的警力 对白岸村 对白岸村以及周边的区域 展开了勘察 可是这一找找了好几天 始终没发现其他的尸块 就在这时候啊 有一位民警突发奇想 人家这一招真是高 之前这断手 不是周勇国家养的一条土狗 叼回来的吗 那把他家这土狗啊 在饿上一天 饿了之后饿极了 他肯定还得去那抛尸现场 因为他知道那有肉吃啊 那么他一去 不就能够找到这个地方了吗 当然这事儿能不能这么干 你得看人周勇国同意不同意 民警跟周勇国这么一说 周勇国表示愿意配合 这么着 第二天啊 这土狗是整整饿了一天 然后放出笼子 这狗一出笼子呀 撒了花的往外就跑啊 民警跟着后边就追啊 这土狗呢 上了附近的一条公路 然后一直往前跑 跑了差不多的一公里 钻进了一片树林子里边 民警跑的 他没有这狗跑的快呀 也跟着进入这树丛里边的时候 这狗呢返回来了 嘴里边叼着一块肉 跟着一块去的有法医啊 法医一看 这块肉啊 就是人肉 是大腿的一部分 并且是连肉带骨头都有 骨头上还有被锯子锯过的痕迹 你看这条狗还真是立了大功了 看来呀 这片树林子就是抛尸现场 警方立刻对这片树林 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查 陆陆续续的发现了13块石块 可是拼起来吧 只是尸体的四肢部分 胳膊跟腿 没有躯干 没有头 那这确认死者身份就很难 接下来的两天 警方又对树林子 以及周边的区域搜了好几遍 甚至警犬也上来了 这警犬毕竟是专业队呀 对吧 这比土狗那更厉害呀 可始终没有发现其他的石块 这时候警方就推测 凶手应该是把躯干和头部扔到其他地方了 没扔到这附近 现在找不起尸体 就很难确认死者的身份 就不好破案呢 哎 这时候又有民警提出来了 找不着头 咱不知道他长什么模样 但是那狗不是叼回来一只断手吗 手指部分是保存完好的呀 那提取指纹吧 万一数据库里 要是有这死者的指纹信息呢 虽然希望不大 但这事啊 死马当活马医呗 因为之前咱们说过 通常只有说有过犯罪前科 被警方处理过 才有可能 在数据库里留存指纹信息 技术人员呢 提取了断手的指纹 进行比对 等结果出来之后 果不其然 还真是比对上了 那么 死者是谁 为什么会被残忍的杀害分尸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警方呢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 这说着好像是过去那种卖药广告似的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从这断臂上 提取了死者的指纹 放入数据库进行比对 这一比 还真比重了 死者 叫龙唐顺 四十五岁 是六盘水市中山区 较长村人 因为以前吸过毒 所以警方提取过指纹 现在死者身份 已经确认了 接下来 就是找凶手了呀 首先呢 是查这龙唐顺的社会关系 根据调查 这龙唐顺 父母双亡 但是有一亲哥哥 叫龙唐贵 是做生意的 这些年呢 这龙唐顺 也没个什么正经营生 一直住在哥哥家里边 龙唐贵没事啊 就安排一些活给他干 这就让警方起了疑心了呀 为什么呢 这兄弟俩 是住一起的 龙唐顺 遇害了这么多天了 那龙唐贵 肯定能够发现他失踪啊 那他为什么没有报警呢 为什么也没有四处 去寻找这龙唐顺呢 这背后有什么秘密呢 警方随后 就以协助调查的名义 传唤了龙唐贵夫妇 这龙唐贵夫妇 面对民警的时候 显得很紧张 说话呢 磕磕巴巴的 还往往是前言不搭后语 自相矛盾 警方这么一看 这俩人呢 越来越有作案嫌疑 于是决定派出技术人员 勘查他们的房子 这一勘查还真是有重大发现了 发现他们家的厨房里 有着大量被洗刷过的血迹 尽管说啊 你看看不出来 但是卢米诺事迹那么一喷 全都显出来了 经过鉴定 确认这就是龙唐顺的邪 现在是铁证如山呢 你再说 不知道龙唐顺失踪怎么回事 那说不过去了呀 你厨房里边那么多龙唐顺的血 怎么来的呀 龙唐贵夫妇啊 实在没办法了 只能承认 是我杀了我的弟弟 那么他为什么 要杀掉自己的亲弟弟呢 这龙唐贵啊 就交代了前因后果 这龙唐顺呢 本来呀 也是他的实时过日子的 但是呢 他跟前妻结婚之后 始终啊 生不出来孩子 在村子里边啊 人们也喜欢说三说四的 闲言碎语的 人们就说 哎呦 这唐顺有问题吧 这龙唐顺呢 就感觉受了刺激了 把他的媳妇啊 踢里唐囊的 打了这么一顿 人媳妇也不跟他过来呀 这哪受得了啊 这再过下去 不定哪天命都没了 俩人就离婚了 没过多久 这龙唐顺 又找了一个女人 结了婚了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 还是怀不了孕 生不了孩子 就又离了婚了 第二回离婚之后啊 村子里边的流言蜚语吧 就更多了 你看 找俩媳妇都生不了孩子 就是他龙唐顺有毛病 这么着 龙唐顺 他也隐隐抄抄的 能听得见呢 后来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也不务正业了 交了一群狐朋狗友 在这些狐朋狗友的带动之下 还染上了毒瘾 曾经被抓起来 强制戒毒去了 哥哥龙唐顺 看见弟弟 现在活成这样了 心里边着急呀 他不忍心看见弟弟 再这么沉沦下去了 于是啊 就跟弟弟龙唐顺说 唐顺 你啊 搬过来跟我一块住 啊 没事的时候 你去我厂里边干干活去 其实 就是为了能够约束 这一点龙唐顺 一开始啊 这龙唐顺搬过去之后 哥俩呢 好好的 这当哥哥的 管吃管喝 当弟弟的呢 真是在哥哥厂里边干活 也挺卖力气 挺好 后来有一回 这个家里边可出了大事了 这龙唐顺呢 在海南海口 有笔生意 去谈生意去了 一个星期 才回的家 一回来呀 就感觉自己的老婆 唐宰叔 有点不对劲 哎呀 说话呀 举止啊 都很不自然 龙唐顺不知道 怎么回事啊 就问问吧 一问这唐宰叔 也不说什么 就自己在那流眼泪 自己在那哭 那这龙唐顺心里边 更不踏实了呀 一再追问之下 唐宰叔 这才哭着说 自己呀 被龙唐顺 给强奸了 并且 还强奸了好几回 呸呦 这龙唐顺一听 他哪受得了这个呀 但是呢 他也不想 把自家的家丑 给抖了出去 就选择了忍让啊 毕竟是自己的亲弟弟 还能怎么样啊 可是哥哥越忍让 这弟弟龙唐顺的 越不是东西 越变本加厉 越来越过分了 甚至啊 在家里的时候 当着自己哥哥的面 就调戏嫂子 2010年2月11号 龙唐顺啊 正在家里楼上 看电视呢 突然就听见 他老婆唐宰叔 玩了命的 在那喊救命呢 龙唐顺一听 赶紧就冲下楼了 这时候啊 就看见在沙发上啊 这龙唐顺 已经把自己老婆 给压在沙发上了 强行的拽他老婆的裤子呢 龙唐顺 气的呀 啊 这太嚣张了呀 太不是玩意儿了呀 冲动之下 客厅里边 放着一把榔头 他抄起来 朝着龙唐顺的脑袋 一下子就砸下去了 砸完一下不解恨 又是一下 一下又一下 直到龙唐顺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了 把这龙唐顺打死之后 龙唐柜 也慌了神了 毕竟是杀了人了呀 他的第一反应 不是报警自首 而是毁尸灭迹 跟老婆一起在厨房里面 就分尸了 事后呢 把龙唐顺的头和躯干 埋到了附近的工地上 然后又开车 赶到八十多公里外的 白岩村附近 把四肢就扔了 后来 赶上周勇国家的土狗 饿了出去找神去 把那胳膊给叼过来了 这才让这案子浮出水面 最终啊 龙唐柜因为故意杀人罪 被判行了 但是呢 考虑到受害人 有着明显的过错啊 最终是被判处 无期徒刑 而唐再书呢 也因为参与分尸 受到了法律的惩处 这个事啊 其实说完之后 咱们来说说这龙唐顺啊 是真不是个东西 禽兽不如 死的也是事出有因 但毕竟龙唐柜是杀了人了呀 再一个 其实换个角度来说 在案发当时 龙唐顺正在对唐再书 实施强奸的行为 这是犯罪正在进行中的 这龙唐柜一榔头 砸死了龙唐顺之后 如果第一时间选择报警自首 没准啊 还能争取判一个政党防卫啊 或者说是防卫过当 当然这是后话了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案件啊 您各位有什么样的看法 也欢迎在节目下方 给我留言 咱们大家呢 一起来聊聊 贵州有一个县 叫水城县 水城县有一个乡 叫阿甲乡 这阿甲乡啊 在大山环绕之中 这阿甲乡呢 有一村民 叫彭朝能 在1997年夏天的一天 这本来呢 是一个普普通通 平平常常的下午 老彭啊 他12岁的女儿彭梅 就出去割猪草去了 平时呢 哥一会儿 还弄这么一筐 也就回来了 这天一直等到了下午四五点 也没见女儿回家 老彭啊 就有点担心了 就出门去找 可是还是没看到女儿 一开始也没在意 可能是去哪儿玩会儿去了呗 后来啊 就四处找 找遍了女儿割猪草的地方 还是没有女儿的踪影 这老彭可就有点慌了 这彭梅只有12岁 是他们家最小的孩子 一个12岁的小姑娘 能去哪儿 会去哪儿呢 眼瞅着这天色呀 渐渐的就暗下来了 彭梅的妈妈也回到家了 一看哎呦 女儿还没回来呢 就也开始四处寻找 后来太阳都落山了 这天彻底黑下来了 这一家人山上也找遍了 村子里边也找遍了 树林子里边也找到了 但都没找到彭梅 一直到了第二天 村民们都听说了 说老彭的女儿不见了 赶紧跑过来帮着一起找 距离老彭家不远呢 就有一条小河 大伙就都担心 说孩子会不会是落水了呀 别腌着呀 有人呢 甚至拿来了那长竹竿 大伙在河里呀 恨不能翻了一个遍 还是没有任何的收获 眼瞅着 一周的时间可就过去了 还是没有彭梅的消息 这摆明了 彭梅是出了事了呀 老彭夫妇俩呢 一直不敢往坏处想 但是 这眼瞅着一个星期了 彭梅也没回来 那不可能不往坏处想了 到第八天 老彭啊 这不祥的预感 果然成真了 在离家几百米之外的 一条河沟边上 人们发现 有大量的蚊虫 除此之外 还有剧烈的恶臭味 随后啊 大家在河沟边的草丛里 发现了两样东西 一个是装东西的围腰 还有一把镰刀 这镰刀和围腰 老彭是再熟悉不过了 因为彭梅离开家 打猪草的时候 带走的就是这两样东西 哎呦 老彭站在河沟边上 就感觉脑袋嗡嗡直响啊 很快 河沟边 一个山洞里面 大家发现了一具尸体 这具尸体 正是老彭的女儿 彭梅 报警之后 贵州省水城县警方 很快就赶到现场了 因为当时呢 正值夏天 经过一周的时间 尸体已经高度腐败 经过法医尸检鉴定 彭梅是遭受顿气打击之后 颅骨骨折而导致死亡 由于现场已经被破坏了 警方也没发现有用的线索 警方首先就怀疑这女孩是被人抢劫了 可再一想也不对啊 谁去抢劫一个小女孩呢 身无分文呢 抢什么呀 抢她打的那点猪草 那满山遍野都是啊 那不是抢劫 会不会是被强暴了呢 法医随后通过尸检 也排除了死者遭遇性侵的可能性 第一没有遭遇抢劫 第二没有受到性侵 那么到底谁会对一个12岁的农家女孩 下这样的毒手段呢 警方的侦破工作 一直也没有突破 没有进展 老鹏夫妻俩呢 每天也是备受煎熬 就这样一天一天的数日子 一转眼 16年可就过去了 老鹏啊 这16年来 无时无刻的不再想自己的女儿 他想尽了各种办法 想要找到真凶 当地的公安机关 对这起案件也很重视 每年都会重新的拿出来 重新的分析 重新的侦查 但是线索太少 这起案子一直是一桩悬案 直到16年之后 2013年的7月份 在距离贵州2000多公里之外的江苏省海安县 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那天呢 是7月23号中午 这天啊 特别的热 江苏南通市海安县李宝镇的村民冯三 正在家里边打扫卫生的 就发现有一小伙子从窗外直接就走到了他家大门口 随后伸手把大门就拉开了一条缝 把头可就伸进来了 这时候啊 这头伸进来 正好目光就对上了冯三的目光 冯三正在那看着他呢 这小伙子一紧张一转身就往回走 冯三有点奇怪啊 赶紧就追了上去 就问他 你干什么的呀 这小伙子就说呀 我来借个东西 有没有挖芋头的那个铲子呀 冯三一听 这说的不是当地话呀 因为我的爱人啊 是南通如高人跟海安的 是紧挨着的 海安方言跟如高方言差不多 反正我这结婚快十年了 现在每回回到我老婆老家 听到大伙在那说话啊 我还是一句听不懂 所以要是外地人说话 那是非常容易辨别的 冯三呢 也不认识这小伙子 但是这小伙子一口咬定 就是借铲子挖芋头 这让冯三心里边就起疑了呀 一个外地人 怎么会到这儿来挖芋头呢 你挖芋头吧 他铲子也不好挖芋头啊 而且当时 他也不是挖芋头的季节呀 他也没长好呢呀 见这冯三起了疑心了 小伙子呢 也不解释了 那越说越错呀 转身快步就走 就往那玉米地里边走 那个地方呢 也没路 冯三就更觉得可疑了 在后边紧追不放 一番你追我赶之后 冯三最终还是在玉米地里边 把这小伙子给抓住了 可让冯三没想到的是 这小伙子呀 康长一下 可就跪下了 掏出来四五百块钱 递给冯三 我给你 你放我走吧 这一下把冯三都搞糊涂了呀 这怎么回事啊 我这没铲子 没法借给他 他还给我好几百 那摆明了有事啊 没等冯三反应过来 小伙子一把扔下钱 撒开腿 朝着玉米地的深处 可就跑了过去 冯三赶紧又追上去 这回啊 冯三一边追 一边大声的喊叫 附近的村民听到之后 都赶过来帮忙 十几分钟 大伙呼拉超 一块把这小伙子 可就摁倒在地上了 还报了警了 两分钟以后 警察赶到了现场 小伙子呢 就被带到了派出所 民警从他身上 搜出来了一张银行卡 和一张当地超市的购物卡 小伙子说呀 这两张卡 都是他捡来的 到了这派出所 这小伙子说 我叫王敬海 我是贵州省水城县人 那你多大了 我33了 身份证呢 我没身份证 因为我从小啊 一直在外边流浪 一直没办 这个自称叫王敬海的人说了 他到冯三家里边 确实是想偷东西 但是被冯三发现之后 没敢偷 这不转身就跑吗 更让民警意外的是什么呀 民警还没问其他的事呢 王敬海竟然主动招供 说我呀 经过好多回看守所了 我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在全国各地跑 很多派出所都查过我 但我没大问题 我就是小头小摸的 王敬海的这种坦率 就引起了民警的怀疑了 我也没说你犯过什么大事啊 为什么一直强调自己没有大问题呢 民警觉得 刚一问询 就能主动交代自己之前犯过的事 要么这是新手 啊 干坏事干的少 要么就是老监据 华欲盖弥彰 这是老手 这嫌疑人交代的呀 都是一些小头小摸的问题 那么这背后 是不是还有更大的隐情呢 民警随后对王敬海的身份信息 进行查询 这一查 查出问题来了 这水城县呢 是隶属于贵州省六盘水市 不光是查了水城县 把整个六盘水市都查了 就没有一个叫王敬海的 摆明了这小伙子在撒谎 他在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 那么他为什么要撒谎呢 为什么要给自己起一个假名字呢 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 因为小伙子坚称自己就叫王敬海啊 于是民警采集了他的指纹信息 送到了海安县公安局指纹中心 这一番比对之后 结果出来了 这和一家服装店被盗案的现场指纹 是一致的 这起案子呀 是发生在13年 也就是当年的2月3号 在李宝镇 临街呢 有意卖衣服的商户 商户里边的监控摄像头 可就拍下了当时的情景 当天呢 这个男的从店里边 一共是偷走了2000块钱 从样貌特征来看 这个男的和警方抓获的这王敬海 还真是非常一致 而且当时那个小偷还在现场留下指纹了 这些指纹也和王敬海指纹完全一致 说明那个案子就是王敬海做的 不出警方所料 警方啊 把那起案子的那个监控录像 给王敬海看了一眼 王敬海一看 立刻就招人 没错 那那那那是我干的 哎呦 这嫌疑人也太爽快了呀 你问什么人家都答应啊 啊 你问什么案子 人家都承认呢 正是他的这种爽快 就让警方意识到不对劲了 他这背后是不是隐藏着什么更大的秘密呢 那么到底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他跟彭梅遇害有没有关联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警方啊 把这王敬海抓住之后啊 一对比指纹就发现 还跟一个服装店被盗案有关 把这服装店的那个监控视频 拿给这王敬海一看 王敬海可爽快了 对对对对对 那是我干的啊 就就就是我干的 他的这种爽快 就让警方觉得 这嫌疑人没那么简单 因为嫌疑人 在那个服装店盗窃案里 偷钱的时候 那个老道啊 那个从容啊 这一看这就不是一回两回的 这是一老手啊 警方就又问他 那你还犯没犯过别的事啊 果然他又交代了一件事 他说呀 2005年因为盗窃 他在广州被判入狱一年多 警方就分析着 如果这个王敬海说的是实话 那么广州方面肯定留下他的相关信息了 马上联系广州警方得知这个人 2005年因为抢夺确实在广州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 但是广州警方反馈回来一条消息 说这人他不叫王敬海啊 他叫田军啊 你看 短短不到一天的功夫啊 他在海安警方这说自己叫王敬海 当时跟广州警方说他叫田军 就这么短短的功夫俩名字了 现在呢 在海安这儿是盗窃案的嫌疑人 可是在广州那儿 曾经他犯过抢夺案啊 那么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呀 为什么要百般抵赖呀 他藏着什么秘密呀 就在海安警方这边加紧审讯的时候 咱们再说回两千公里之外 贵州的大山里边 失去女儿的老鹏啊 还是沉浸在内疚思念之中 不明不白的 十二岁的女儿就这样突然被人害死了 老鹏这十六年来过得不容易呀 每天都煎熬啊 想孩子想的都快发疯了 更让老鹏难过的是什么呀 女儿小时候一家三口有一张照片 那照片上这鹏梅啊 还是在怀里抱着呢 还有一张照片呢 是女儿跟同学的合影 除了这两张照片之外 再也找不到女儿的照片了 想看看女儿都没地方看去呀 从鹏梅出了事之后 这老鹏整个人都变了 原来啊 那是精神抖擞 勤勤恳恳的 可是女儿出事以后 整天的就是在那喝酒 昏昏沉沉的 原先呢 开着一小五金店 女儿出事之后 也开不下去了 见到老鹏整天的萎靡不振 老鹏的妻子多次劝他 哎呀 人没了就是没了 就是小梅可怜的 这是命啊 但是怎么劝也没用 两年之后 老鹏的妻子跟老鹏就离了婚了 女儿死了 妻子走了 这才是彻彻底底的妻离子散啊 一场变故 把这一家子人拆散的是七零八落的 十六年了 老鹏一直觉得对不起女儿 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她 如果那天不让小梅去割猪草 是不是就不会出这事呢 这十六年里 老鹏什么事也干不下去 就想干一件事情 想尽一切办法 找到杀害女儿的凶手 给女儿一个交代 老鹏是成天的跑啊 今天跑派出所 明天跑公安局 后天跑行侦队 十六年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 当年的老鹏 现在也是两鬓白发呀 可是杀害女儿的凶手在哪呢 依然不知道 女儿走了 日子得过下去啊 活着的人得活下去啊 并且老鹏心里边就只有一个念想 就是找到凶手 这是支撑他活下去的根本啊 几年之后啊 老鹏把家里的房子重新翻盖了 老房子拆掉的那些日子里边 老鹏天天都在那待很久 就回忆女儿 当初在这个角落里边干了一些什么事 当初在那个院子里边 哎 怎么样玩耍 老鹏就数算着 小梅出事的时候 十二岁 现在也二十八了 要是活到现在 也是个大姑娘了 肯定成家了 说不定啊 也生了孩子了 小梅要是还在 时不时的带着孩子 来到家里边 跟我一块吃个饭 一块聊聊天 老鹏每次幻想这样的情景 那都是热泪盈眶 这边老鹏还在煎熬着 那边江苏海安的盗窃案还在审讯之中 广州警方反馈的是嫌疑人叫田军 警方分析之后 索性把广州警方提供的信息 直接说给了嫌疑人听 看他是什么反应 果然嫌疑人刚一听到田军俩字 马上就改口了 一开始呢 说自己叫王敬海 我就是叫王敬海啊 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就是王敬海 这一说 哦 你们知道叫田军的 对 我就叫田军 我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我就叫田军 这小伙子呀 是不停的变换性命 这就让警方更警觉了 一会叫王敬海 一会叫田军 摆明了这俩都不会是真名字呀 当务之急 就是赶紧弄清楚这个叫田军的人 他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经过调查 贵州省水城县 还真是有一个叫田军的人 年龄也是33岁 但是一看户籍照片吧 长的和眼前的这个田军 那是一点也不一样啊 这就说明他在广州的时候 这田军的名字就是冒用的 调查结果证实 前后两次改名的小伙子 既不叫王敬海 也不叫田军 他为什么要假冒别人的名字 长时间冒充别人名字 隐藏自己真实身份 那么他肯定有着不可靠人的秘密 就在李保派出所民警 聚在一起分析的时候 海安县公安局指纹中心 再次传来消息了 原来在江苏扬州的宜征市 在江苏南通的如高市 在启东 在南通市区等地 都发现了这个自称田军的人的指纹 在指纹库里啊 这一枚指纹比重了12起案件 都是盗窃案 并且都是发生在2013年 都是在3月到6月这一段时间 短短三个月的功夫 各地流窜 作案12起 在每一个案发现场 还都留下指纹了 那就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呀 这情况是越来越复杂了 案件迅速汇报到了海安县公安局 当时海安县公安局的局长姓葛 这葛局啊 对案情分析之后就发现 这嫌疑人作案的时候 跟好多盗窃案的嫌疑人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他不戴手套 所以每个现场都留下指纹了 第二个呢 他从来不戴面具 也不戴面罩 有摄像头 有就有呗 大大方方的拍吧 我就长这模样 第三就是作案的时候 太从容了 由此 葛局就认为这人呢 他毕竟是个老手 你说新手不注意 对吧 不戴手套让人发现指纹了 这不戴面罩让人拍下来长相了 让人抓着了 那他第二回作案的时候 你不得有点经验教训吗 是吧 你不得把这些道具准备齐全吗 他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这么坦然呢 到底他的身上隐藏着什么呢 这就说明这个人呢 他不是傻 他也不是笨 这是一种很强的反侦察意识 这就叫做避重就轻 我凡是暴露的 都是你们看上去小打小闹 小偷小摸的案子 你真是判我 你也判不了多长时间 经过分析啊 民警决定从嫌疑人捡来的那张银行卡入手吧 通过查询 这张公行卡的卡主是一个叫郭全惠的人 开户地点就是贵州省水城县 警方随后又查询这个郭全惠 结果显示郭全惠 女性51岁 贵州省水城县阿甲乡人在家务农 而且银行的交易记录显示 这一段时间 这张银行卡在江苏南通的交易 非常的频繁 这卡主50多了 普普通通农村妇女 并且离着那么远 他怎么可能跑到南通这边 大量的消费呢 既然郭全惠的银行卡在嫌疑人身上 这张卡也从来没报时过 还在南通有着非常频繁的交易 如果这张卡 真像嫌疑人说的是捡来的 那么卡主人不可能丢了卡不挂石 你这手机短信一个劲的在那 一会儿这消费20 一会儿那消费50 你不挂石那不可能 所以警方判断 这嫌疑人和郭全惠 一定是有关系 于是民警马上查找郭全惠的社会关系 结果发现 郭全惠一家四口人 除了夫妻俩和大儿子之外 还有一个小儿子 叫纪绍刚 巧合的是 这纪绍刚和警方抓获的嫌疑人一样都是33岁 也都是贵州省水城仙人 当时民警就怀疑这嫌疑人哪就是纪绍刚 可遗憾的是当时人口信息网上没有纪绍刚的户籍照片 那这俩人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该怎么查呢 眼瞅着天色渐渐暗下来了 民警们聚在一块 从俩人的长相上就分析 这郭全惠长什么模样 这小伙子长什么模样 这俩会不会是亲属关系 他是不是他妈 他是不是他儿子呢 分析来分析去 哎呦 眉眼之间长得还真是挺像的 嫌疑人很可能就是纪绍刚 但是在整个审讯过程之中 这个人哪神情自如 面对警方人家一点不紧张 始终面带微笑 回想整个审讯的过程 警方就发现 就是每次提到父亲母亲的时候 嫌疑人会若有所思 这就证明他的内心是渴望亲情的 警方啊 决定用一个新的招数 到底是什么新招数呢 这一次能不能让嫌疑人彻底的交代他的问题呢 上期节目 咱们说到了 警方认为 这个人很可能就是郭全会的小儿子 纪绍刚 但现在他也不承认呢 怎样才能确认他的身份呢 警方呢 就想到了一个新的招数 把郭全会的照片打印出来 拿给嫌疑人看 如果郭全会真是他的母亲 那么嫌疑人看到照片肯定不会无动于衷的 果然这一招见效了 警方注意到 嫌疑人看到郭全会照片之后 脸色刷的一下子就变了 整个人呢 就愣住了 僵住了 也不说话了 警方知道 这个时候的他思想斗争肯定很激烈 得了吧 咱也甭问他了 不打扰他 给他足够的时间 让他考虑清楚 从这开始 几乎整个晚上这嫌疑人一直不说话了 足足过了有七个小时 这天哪 都开始亮了 当民警再次和他面对面的时候 嫌疑人呢 先承认了自己就是郭全会的儿子 纪绍刚 随后他说了一句话 把民警啊 都给问住了 让民警感觉百思不得其解 很震惊 他问的是什么呢 老师傅 现在枪毙人用不用子弹呢 是不是用针呢 当时民警一听 这怎么都问上死刑执行的事了 这里边有大问题 有大情况 还没等民警问他什么呢 纪绍刚啊 又抖露出来一个天大的秘密 他说了 九七年的时候 我杀了同村的一个女孩 这番话让警方非常的意外 但民警还是觉得纳闷 这家伙是不是又乱说呢呀 啊 给人的感觉就有点吹牛 那个意思 就想着他是不是在耍什么滑头 转移警方的工作视线 可是他一再的说我确实杀人了 这十六年我一直隐姓埋名逃亡在外 案情重大 这是命案哪 江苏海安警方迅速和贵州省水城县警方取得联系 接到江苏警方电话水城县公安局也很震惊 十六年来啊 年年查这案子 一直就找不着这凶手终于是落网了 这个案件跨度时间很长 一直没侦破 凶手一直逍遥法外 因为一九九七年的时候啊 各种刑侦技术也不发达 工作上来说呢 只能用发布协查 比较粗放的这种工作方式来进行 所以说效果也不太好 但是这个犯罪嫌疑人 十六年来水城警方没放弃 水城县公安局说 就在案发之后的当天晚上 他们发现同村的叫纪绍刚的年轻人不见了 案发之后一直就消失在视线之外失踪了 警方呢 就一直在找这个人 但都没见着 他也一直没回家 从死去的彭梅的同伴那儿 水城县警方了解到一个情况 说彭梅遇害的当天下午 彭梅曾经和这个纪绍刚吵了一架 这更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警方呢 当时就找到了纪绍刚的家 对他的家属做工作 但是纪绍刚的父母是含糊其词 由于家属不配合 警方手里也没有什么关键的线索 只能对纪绍刚家进行暗中监控 之后警方啊 多次到了纪绍刚家 但每回纪绍刚父母一听是民警 那都紧锁大门 不见踪影了 就这样 16年过去了 水城县警方一直寻找的纪绍刚 终于在江苏海安落网了 2013年8月16号 贵州水城县警方赶到了江苏海安县 在海安县看守所里面 逃亡16年的纪绍刚 见到了来自家乡的警察 开始向江苏和贵州两地警方 交代了16年前那起惨案 16年前的那个中午啊 当时只有17岁的纪绍刚 跟小伙伴呢 在河里洗澡呢 12岁的彭梅 不是出去割猪草吗 就见到了洗澡的纪绍刚 看见他之后就在那骂起来了 强盗 强盗 那彭梅为什么骂纪绍刚是强盗呢 因为前几天纪绍刚 把彭梅家里边的一个水瓢 偷着拿出去给卖了 虽然最后纪家人知道了 赶紧把水瓢又赎了回来 但是在彭梅的心里边 这纪绍刚就是小偷 就是强盗 从那以后 不管在什么场合 彭梅一见到纪绍刚 就得在那喊强盗 小偷 这让纪绍刚感觉 特别的没面子 虽然心里边生气 但是也无可奈何 现在见彭梅一个人自己上山了 他呢 本来就伺机报复 觉得机会来了 赶紧穿好衣服上岸 朝着彭梅割猪草的地方走了过去 夏天大中午的山上一个人也没有啊 彭梅正蹲在一个斜坡上割草呢 纪绍刚慢慢走了过去 走到彭梅身后一把就推了一下 彭梅啊一下就滚到旁边的水塘里呢 彭梅这个姑娘呢脾气也是比较倔的 也不怕纪绍刚还在接着骂纪绍刚呢 这把纪绍刚彻底激怒了 纪绍刚呢三步并两步奔了过去 捡起一块石头朝着彭梅的头就砸了下去 纪绍刚见河沟边上有一个洞 索性把倒在地上的彭梅拖了过去 塞到洞里用石头封住了洞口 做完这一切 他也感觉害怕了 毕竟杀了人了 赶紧翻过山爬上火车 连夜逃走了 这夜逃就是整整十六年 十六年里这纪绍刚多次更换自己的身份 一会叫王靖海 一会叫田军 一会叫田亮 由于没身份证 也没法找工作 就是到处流窜 去过广东 福建 浙江 江苏等地 每到一个地方 也不敢住宾馆 他也没钱住宾馆 为了生存 一边逃亡 一边盗窃 每回偷来的钱 除了买吃和拉撒必需品之外 剩下的就都买彩票了 指望着万一中个大奖呢 由于钱来的容易 每回买彩票 一出手都是几千上万的那么买 这十六年里啊 纪绍刚其实是很孤独的 离开家的时间越长 就越想家 他说呀 在这十六年里 偷偷地回过两次贵州老家 但害怕被警方发现 每回都是悄悄地回家 看上一眼 又急匆匆地离开 除了父母之外 没有任何人知道纪绍刚回来过 而纪绍刚的父母 对这件事情 也是守口如瓶 最后一次离开家的时候 纪绍刚从家里 拿了一张母亲的银行卡 之后 有些偷来的钱 纪绍刚就通过这张卡 寄回家里 他说呀 逃亡这十六年里 因为盗窃 多次进看守所 每回被抓之后 他都对偷窃的事 主动交代 都不用警察问 自己就招待了 这就让警方放松了警惕 所以他背负了一条命案 那么多地方的警察 也一直没有深挖 他背后的故事 这命案也就没有被发现 这个案子说完了之后啊 其实背后 有一些挺有意思的 法律的小知识点 包括犯罪心理的一些小知识点 可以跟大伙多唠叨两句啊 首先来说 为什么纪绍刚面对警方 会主动的说自己十六年前的命案 其实十六年的时间呢 他这种心理压力从来没有消失过啊 这么长的时间里 他一直也在承受着这种内心的煎熬 或者说是折磨吧 不有一句话是怎么说来的 是说一个人干了坏事了啊 假如没有任何人知道 但是始终天底下会有一个人知道 这是谁知道呢 就是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的良心知道 那么十六年不断的逃亡 他也不敢回家 到这时候 又遇到了比较负责任的警察 又发现这警察开始刨根问底了 在这样追究的时候 他呢干脆就把事情坦白了 这一坦白呢 他的心理负担也就没有了 那么纪绍刚在最后量刑的时候 会不会判得很重呢 判处死刑呢 也不会啊 因为他有一些能够减轻量刑的情节啊 第一个情节呢 就是本身警方在讯问过程之中 他杀人这事不是警方已经掌握的 这是他自己交代的 所以这个情节算是自首 因为在法律上规定啊 当司法机关认定了一个罪名 好比说盗窃 然后进行侦查 了解了他的盗窃事实 可是在审讯过程之中 他自己又主动的交代了第二个罪名 好比说纪绍刚交代杀人 那么掌握的是他盗窃的罪名 但是他交代了杀人的罪名 对于盗窃来说 他不算自首 对于杀人这个罪名来说 他是自首的 第二个能够减轻量刑的情节是什么呢 当时纪绍刚在杀害彭梅的时候是17岁 没有到法定的18岁的这个年纪 所以在量刑上也会考虑他的这个年龄 对于14岁到16岁的这个责任人啊 这个犯罪嫌疑人 你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但是未满18周岁的情况之下 会从轻或者是减轻处罚 第三个呢 就是因为这起案子过了16年了 已经比较接近追溯期了 当然也不是说到了追溯期之后 再发现了杀人凶手啊 他曾经做过哪些案件 证据链完整就不处罚他了 那不可能 但是从司法角度来说呢 重点是打击现行犯 那么像这种年限比较长的 某些时候吧 在量刑的时候啊 会适当的考虑进去啊 那么另外一个小小的知识点 就是纪绍刚的父母啊 知道儿子回来过 但是没有跟警方说 那么他们行不行成包庇罪 是不是触犯法律呢 在这个案子里面还真不算 什么叫包庇呢 警察来了 你呢 要做假证明啊 要包庇自己的儿子 或者呢 是给犯罪嫌疑人提供资金的支持 提供住所 那么可能构成包庇罪 这个案子里面呢 他父母只是知道自己的儿子犯罪了 但是没有向司法机关做伪证啊 至于说资金支持吧 虽然说这郭全会的卡在纪绍刚那 但更多的是纪绍刚用偷来的钱 打回到郭全会的这个卡里面啊 所以是反过来的 他们是花着纪绍刚的钱的 那么这个事呢 也不能说提供资金支持 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 他父母的一些行为 有的可能会表示理解 对吧 更多的也只能是道德上的一些谴责 纪绍刚被捕之后啊 失去女儿的老鹏 那是热泪盈眶激动的说不出话来 2013年8月21号 这是彭梅遇害整整16年的日子 已经离婚多年的彭梅的父母 约好了一起来到了彭梅的坟前 行了 这个案子啊 咱们就说到这儿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